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佳明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 就跟平常的影片不一樣啦 今天的影片就比較沒有 那麼開心興奮 就是我要來論文講一些東西 就是 相信你們也已經看到標題 也知道我要講什麼話題了吧 就是每次Q&A都會有人來問我 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我要當YouTuber 為什麼我要拍影片 然後我回答他們就是 興趣 其實興趣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其實 原因還有很長 因為在Q&A裡面 如果我真的講完 我怕那個Q&A會太長 所以我今天就拍這個影片 來告訴你們 為什麼我要當YouTuber 然後你們也知道 如果你當YouTuber 如果你真的啦 然後你真的是很多觀眾訂閱也多 就是每一發影片 你的每一個影片都會有 差不多幾萬個觀看數 相信你賺到的錢也是蠻多的 但是 那個影片必須要很長啦 就是如果太短 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也知道 YouTube是可以賺錢的 我就是想透過YouTube來賺錢 當然 賺錢不是我最終的目的 其實我拍影片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娛樂你們啦 就是你們這些觀眾 對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影片 到底哪裡能夠娛樂你們 因為其實我的影片就是 蠻無聊的也不知道在拍什麼 然後我也相信你們知道 如果像我們這些 還有上學的小學生 中學生啦 如果你真的要出去打工啦 你只能夠找一個 part time 的工作來做 就是可能薪水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 我就想透過YouTube來賺錢 但是 我知道 如果我真的現在 就是現在 如果我真的能夠開始賺錢 我也相信我賺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就是會 盡我的能力 就是努力拍多一點影片給你們看 就是比較有趣 精彩的影片給你們看 就這樣也可以讓一些新觀眾 看到我這個頻道 然後 封面跟標題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如果封面跟標題吸引人家 那些觀眾會來看你的影片 可能如果他覺得好看 他們就會考慮訂閱你 所以到最後啦 我真正拍影片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娛樂觀眾 第一就是娛樂觀眾啦 第二就是賺錢 但是 像我現在還沒有突破4000小時 我還不能真正賺錢 但是 我會努力多拍影片給你們看 然後就開始賺錢 所以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每一位 因為 如果不是你們每一位 我也不能夠到今天這樣的步步 就是 有這樣的訂閱啦 然後 你們也知道 1000訂閱不算多也不算少 可是對我來說剛剛好 然後 只要你在一年裡面突破1000訂閱 你就可以開始賺錢 但是 突破1000訂閱之前 還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突破4000個小時 我是還沒有到4000個小時 但是我會盡力拍影片 這個我講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我真的也是 非常感謝你們啦 如果沒有你們 我也不能到今天 今天 的 這個我 所以 我要在這裡 向你們說聲 謝謝 所以就 真的謝謝你們 可以 看我的影片 也可從頭看到 真的 就 非常謝謝你們 謝謝我今天講了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 可是 真的是 真的是 非常謝謝你們 所以 這個就是 我拍影片的目的 賺錢 娛樂 觀眾 當然 我也希望 我以後 將來的影片 可以 吸引到更多觀眾來看 你可以 可以 讓這個頻道 成長 就是 讓更多人認識這個頻道 對 所以 這個就是 我最想 最想得到的 但是 我沒定力 擴散我們的家庭 嗯 所以 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我知道這個影片很棒 但是 還是謝謝 你們看到這邊 真的謝謝你們 所以 我們就 下一個影片再見 下一個影片再見